你们知道很多男人也找不到老婆吗 就是那种特别有钱的男人 你们知道他们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吗 就是很多很优质的啊 就很有钱的男人 他们想找什么样的老婆 985211名校毕业 或者必须985毕业 长得漂亮 温柔懂事 家庭好 还得年轻 就是还有一份好的工作 这就是他们那些 就是说特别有钱的男人 就是说他们想找的老婆 我告诉你们啊 就我真的觉得有的男人啊 他找不到老婆 他也是活该 你看我们现实生活中 不能说现实生活中 就我们看到的那些 娶到这样老婆的男人 是谁呢 是刘强东 奶茶妹妹是不是清华还是北大毕业的 那个时候又年轻又漂亮又懂事 为什么说他懂事呢 就是刘强东不是出轨了吗 就是可能弄了一个 和一个女的在国外搞了一个什么事 被那个女的讹了对不对 你说这些有钱的男人 他肯定也会 有的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 没有见奶 没有见什么奶茶妹妹过来说什么 那奶茶妹妹家庭条件也好 脑子又好 脑子还特别聪明 名校毕业 年轻漂亮 懂事 家庭条件还好 而且还是个大网红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看看啊 就是你们看看啊 九八五毕业的女的啊 她已经打败了很多 就是漂亮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 她本身已经打败了90%的女人了 年轻漂亮就已经打败了90%的女人了 也许很多女人 很多男的对这个漂亮 就排在前百十里挑一 她都不觉得她漂亮 她可能要求很漂亮 对不对 很多很多的人了 年轻漂亮 更打败了很多很多的人了 还要这个名校毕业 她可能又打败了更多更多的人了 还要这个人温柔懂事 对不对 又打败了很多很多很多更多的人 还要这个人家庭条件也好 我的妈呀 就现实生活中 就就就就 有几个人 就是 有几个人 一个万个人里面 能不能挑出来这么一个女的 所以啊 就是很多男的 他结不成婚 他们也是活该呀 对不对 嗯 当然 就是还有 还有啊 我告诉你们 很多有钱的男人 这是我知道的啊 这是那些 特别有钱的男人 他们可能 找老婆 或者 不是说找老婆吗 他们如果找一个女的 能够跟他终身绑定的 就是不一定是娶回家啊 就能够哎 就是享受一辈子 他们怎么就是 他们就是哎 要找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处女 就是处女 二十岁以内年轻漂亮的处女 让他跟他生个孩子 让他跟他终身绑定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 哼 当然我不知道啊 就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啊 这些有钱的男的 就是干 这么干一件事情 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处女 跟他生个孩子 终身绑定 而且这个有钱的男人 还不是拥有一个女人哦 拥有很多个女人哦 就我不知道这些女的啊 嫁给这种 就是和这个男的 一对一终身的绑定 生了孩子以后 他一辈子会不会后悔 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啊 就是如果这个女的 本身条件不是那么的差 比如说这个女的 他可能就是 他如果有一个 大专以上的学历 啊 又年轻又漂亮 而且还是个处女 而且温柔懂事 对不对 我感觉他这样的女孩 他要是放到相亲市场 很多男人都会抢的呀 就很多优秀的男的 一年挣个二三 三十万的单身的 黄金单身汉 二十八岁三十岁的 这些男的 对不对 本科学历的 有房有车的 这些男的 他很愿意找一个 二十岁出头 年轻漂亮 性格好 大专以上学历 这样的女的当老婆的呀 如果他们去相亲的话 因为很多男的喜欢吧 又是处女 又单纯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现在人相亲啊 就不管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相亲都跟许燕似的 男的相亲呢 就就就就 哎呀 啥都想要 女的相亲呢 也啥都 也啥都想要 反正就是各种看不上 但也只有那种 刘强东那种男的 才能占有绝对的主动权 或者只有像奶茶这样的 符合奶茶妹妹这样的男人 女人 他可能想嫁给谁 就嫁给谁吧 还有说像刘强东这样的男人 可能想娶谁就能娶到谁吧 这可能拥有了绝对的选择权 我们知道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就有的男人剩下来也真的是活该 真的 有的男人剩下来也真的是活该 但我只想观察说 今天有个男粉丝跟我说什么 啊 男人只要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 咋咋地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这句话 你们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吧 好 好吧 有什么情感问题 抖音主页 以我联系方式 找我私信投稿或咨询 拜拜